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众反而自发集会 举着国旗唱着卡丘场 高喊 俄罗斯永远是兄弟的口号 对其精神鼓励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2020年疫情期间 在昂萨恶人对兔子泼脏水 扣帽子之时 又是这个国家举办了主题是 永远和中国兄弟在一起的音乐会 声援我们抗击疫情 这个力挺重要的铁板朋友 名叫塞尔维亚 而他的前身正是老一辈中国人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南斯拉夫 如果不是因为武器齐的猛男落泪 估计很少有人会知道 那个曾经怼得美苏毫无脾气的巴尔干之虎 经过数十年的沧桑轮转 已经两度解体 悲凉且憋屈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今的他到底是不是表面兄弟呢 先看一组图片 2020年9月4日 没懂地端坐白宫 摆出圣财的姿态 握旋塞尔维亚与科索沃的争端 一米九的壮汉武器齐 唯唯诺诺挤在特等座上 赚足了同情 在对比下 旁若无人抽着雪茄的铁拖 以及一旁满脸尬笑的尼克松 那是塞尔维亚逝去的荣光 很快 关于协议中 与科索沃经济关系正常化 移除不可靠5G设备 以及能源多样化合作的条款 传遍中文网 好似被为了苍蝇一般的吃瓜群众 骂骂咧咧的将其打上被刺的标签 一时间什么两面派白眼狼一起网上招呼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一边是两大靠山 一边是满嘴抛火车的董王 中间还有曾经的果齿 就算脑子被驴踢了 都懂怎么选吗 其实啊 那次会晤不过是武器齐和霍地各说各话 双方签的所谓协议不仅内容不同 甚至交换签字都没有 法律效力不亚于擦屁股值 作为第三方的董王则更离谱 有模有样给俩人签了封 感谢捧场的信 一切的一切不过是大选将近 陪董王玩了一场公关游戏罢了 但小国没得选呢 明知道会爱骂受气 也得忍气吞声 毕竟努力生存 已较竭尽全力 上一个硬钢的叫卡达佐 现在坟头草八米高了 在协议签署一周后 塞尔维亚总理公开表示 华为是最优质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时隔一年多再看 塞尔维亚依旧在用华为 德国设备反倒因此挨锤了 如今的塞尔维亚领土 不足九万平方公里 人口不到七百余万 地处欧亚三叉路口 位置等同于古代的荆州 从古至今 但凡身边出个大国 都得过来踹一脚 但常年的困苦 铸就了他们的钢筋铁骨 在这里 塞尔维亚爱国青年 刺杀了奥兴帝国王储 点燃了一战的烽火 在这里 英勇无畏的塞尔组青年 绝不屈服 痛饥得意 敲响了元首的丧钟 在这里 巨人铁拖重整山河 将三个宗教 四种语言 五大民族的火药桶 整合成富强的南斯拉夫 在这里 铁拖领导的南斯拉夫 吹起了不接盟运动的号角 在美苏争霸的两极中 走出了独立自主的路 然而 仅靠一个六边形战士 远远不够 如今 塞尔维亚流传了一首歌 如果塞尔维亚 像中国一样强大 其中一句词是 这成了后铁拖时代 南斯拉夫的真实写照 1980年铁拖离世 大哥走了 队伍不好带了 没有千年大一统的历史 价值操之过急的自治模式 有枪有权的各自治共和国 如唐末翻阵般 一盘散沙呀 而任性鲁莽的极端民族主义 又火上加油 本就大杂烩的南斯拉夫 成了矛盾万花童 在大厦江青之际 塞尔维亚前总统 米洛舍维奇 简直是盖板苏埃宗 不思维护国家统一 反而继续鼓吹 大塞尔维亚激化矛盾 1989年东欧巨变 1991年老大哥轰然倒塌 随之挨锤的 便是波涛汹涌的南斯拉夫 斯洛文尼亚 克罗地亚 马其顿 波黑相继宣布独立 曾经同一信仰 并肩作战的兄弟 此时为了力互相开脉 大打出手 甚至升级到互相种族清洁 受麻烦的塞尔维亚 不断被分裂武装击败 不断失去领土 眼看兄弟离家 曾经傲视巴尔干的南斯拉夫 活活被自己人干到解体 这还不够 赛族的龙兴之地 科索沃也被窜坐着独立 彼时由于经过多次迁徙 那个阿德已经主要是阿尔巴尼亚人 1996年 科索沃平宫冒出大批武装闹事 此时有紧剩的塞尔维亚 与黑山搭伙组建的南联盟 再次拿起武器 适色捍卫 然而啊 随着高举民主自由旗号的 北约宣布武装介入 南联盟被无差别轰炸的78天 造成2000多人死亡 100多万人流离失所 无数设施被毁 可能在丑国看来 南联盟维护国家统一是不讲人道 而北约的无差别轰炸 却是民主正义 地球之矮 真就国际持名双标了 彼时面对地表最强军力 其他国家或是装聋作哑 或是同流合污 只有中国依然坚守在贝尔格莱德 不断谴责北约 努力为南联盟声援 这之后便发生了那件 永远无法忘记的屈颅 1999年6月 在北约军事打击 加制裁大棒连环重压下 弱小的南联盟被迫妥协 这还没完 美国趁机落井下石 大肆撒币 提供了超7000万美元扶持反对派 将米洛舍维奇赶下台 玄机他便被当局予以逮捕 随后老美又与援助为优尔 逼迫南联盟叫人 同年米洛舍维奇被自己人出卖 移交到海牙法庭 那个巴尔干之虎的脊梁 就此被彻底打断 战上法庭的米洛舍维奇 并没有屈服 坚决否认全部指控 并怒喷前南国际法庭 是非法机构 海牙法庭只能将其暂行羁押 此后啊 身患高血压和心脏病的他 申请保外就医被拒 于2006年在监狱报王 讽刺的是 2016年 海牙法庭在审判另一名战犯时 又以证据不足 推翻了米洛舍维奇的罪名 同样经历的 还有带领克洛迪亚打独立战争的 普拉利亚克将军 被指控为战争犯的 他当庭服毒 以此明治 所谓国际法庭公平正义 不过狗屁而已 这之后 南联盟二度解体 曾经的荣耀灰飞烟灭 那个70年代电视机普及率 超过60% 80年代汽车拥有率 接近40%的南斯拉夫 只剩下丢掉出海口 和大片工业地 且满目创意的塞尔巴亚 2020年 塞尔巴亚总统武器齐 含泪球员 之后更是超规格的礼遇 一国元首亲子接济 和专家组挨个碰轴里 两国国旗打劫线文 永不缺席的六公主 当即点拨了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然而 不乏李中克对武器齐 扣上利益论 表演论的烂调 这与昂萨恶人炒作的 中国援助亚非拉是不安好心 是所谓的某某威胁论 一样恶仇 我们也援助的其他国家 有嘴巴声说谢谢 提起裤子就不认得 有自身是发达国家 却找我们募捐的 更有让我们的医疗专家 去接管最严重地区ICU的 真就老太太钻备 我给也整笑了 而塞尔维亚不接收捐款 不白吃白拿 物资都是找我们买 横向对比下 高下立判 何况啊 如今拉一把塞尔维亚 也是拉一把1999年的中国 这是两个曾经一起 共患难的 永不屈服的民族 惺惺相惜 从1955年建交开始 我们曾一同拿着枪 反美反地 也曾因为理念之争 不停吵嘴 到70年代再次携手棉筹 一起开麦 喷过老大哥 又在90年代 一起硬扛美帝 2015年 在一片不友好声音中 塞尔维亚派仪仗队 参加抗战胜利 70周年阅兵 2020年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间 在西方高高在上 指手画脚之际 塞尔维亚组织音乐会声援 第一副总理 见外长前来访问 正是如此多的铺垫 才换来了我们的 无限善意与闪电支援 同时 塞尔维亚是首批 加入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 还是第一个正式对中国游客 实行免签的欧洲国家 投我以木桃 抱之以穷摇 善良的我们 也为塞尔维亚 整了一把基建狂魔的硬活 成建了包括 从连接贝尔格莱德 与黑山的港口 号称塞尔维亚人 70年的梦想的高速公路 到凶塞铁路 再到横跨多脑河大桥 等一系列工程 河钢集团收购 四枚带来沃钢厂 紫金矿业入主 博尔同化 让这些曾经 南斯拉夫 引以为傲的企业 再次放光 其实啊 塞尔维亚地处内陆 中赛往来贸易 不过十多亿 在一带一路上的作用 可能远不如意大利 但发展起来的中国 没有抛弃塞尔维亚 正如70年代的南斯拉夫 没有嫌弃一穷二白的中国 当然 也许会有人会搬出 哎呀 赛国女牌 做咪咪眼表情 鸟都有 其次 谁都有追求 更好生活的权利 加入欧盟 跟中赛友谊 并不冲突 如今的塞尔维亚 靠着仅有的体育 维持着曾经强国的荣耀 那个驻南联盟大使馆就职 建起了中国文化交流馆 竖起了一座 中赛友谊的基点杯 杯前仍然鲜花不断 诚然国家之间 的确是利益至上 但我相信 人民之间 却有真情谊 爽哥曾用好兄弟 好伙伴 好朋友 好同志 来形容塞尔维亚 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 用同志一词 这是小巴和毛熊 都没有过的描述 从落后挨打 到不屈炎人 再到奋发前进 塞尔维亚的民族计 与我们何其相似 而南斯拉夫发生的一切 即是啪啪打脸 龙女士那句 不在乎大国崛起 只在乎小民尊严 更是对我们的 时刻警惕 或许啊 以后塞尔维亚 换个领导人 风向又会变 毕竟南斯拉夫已经离去 但我们只需做好自己 今时今日的我们 已不需要他人的赞美 来凸显成就 中华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之一 这无可争议 至于他人的夸赞 或者批评 当然处之即可 有了实力脱底 自然万邦来朝 再见了 南斯拉夫 欢迎你塞尔维亚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